清朝咸丰年间 太平军攻克苏州后 百姓遭受战火荼毒 逃得逃散的散 附近村镇全都空了 城里物资缺乏 需要从江北购买 有些胆子大的 看准时机做起了生意 兴华县石宝村的渔民张昌贵 为人奸华 七行爸是胆子大 因为头发少 被人叫做突发张 他的妻子蔡银花阴险很毒 夫妻俩用银子贿赂各地关卡 把各种物资送进苏州 不到一年时间就赚了大钱 买房子买地 成了当地的大富翁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张昌贵和邻居薛康达 有很深的矛盾 薛康达到衙门告他暗中资敌 他重金贿赂了直线 直线判薛康达诬告陷害 重打四十大板 薛康达被打以后 一直伺机报复 而张昌贵赢了官司 更加嚣张跋扈 淮安府有个女子名叫陈锦和 出身书香之家 九岁时父母双亡 被狠心的舅舅 卖到了单途县的一个青楼里 青楼的老板兼老宝子名叫乔三花 锦和被卖进来以后 被他改姓了乔 锦和长得朱唇浩尺性脸陶三 兵姬玉骨顾盼生姿 很快雁鸣远播 官宦富商财子名氏分至他来 灰金撒银也要目睹他的风采 有个山西商人名叫周思琪 见到锦和后身陷情网不能自拔 身上带的银子 全都扔进了乔家这个销金窟 仍然不肯离开 锦和对周思琪也情有独钟 拿出自己积攒的私房钱补贴他 锦和为了他 推掉了许多客人 老宝子乔三花 恨不得上去咬他几口 却也无可奈何 在两人相处这几年里 锦和给周思琪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阿周 已经四岁了 长得很像锦和 眉目清秀聪明可爱 所谓人有但兮祸福 后来周思琪不幸染病 而且病得很严重 锦和日夜陪在他身边照料 找了无数名医 依然要是网校 弥留之际 周思琪拉着锦和的手说 我们虽然不是结发夫妻 但此情可朝日月 我身无分文 无家可归 死了以后 你把我烧了埋了都行 我唯一牵挂的就只有阿周了 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骨穴 你一定要把他养大 我死了也能瞑目了 锦和已经哭成了泪人 发誓一定会把孩子抚养长大 周思琪拉着锦和的手 微笑着缓缓闭上了眼睛 周思琪走后 锦和为他买了棺果和墓地安葬 让儿子阿周给他扶桑守孝 第二年 听说太平军攻过来 青楼里炸了锅 锦和带着儿子 和其他姐妹一起 跟着老宝子瞧三花 准备逃到江北去 他们来到江边 看到有几艘渔船 停在离江边不远的地方 乔三花连忙朝渔船招售 让他们把船划过来 船上的渔民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逃难的 想多要点钱 不紧不慢地摇着船 跟他们讨价还价 乔三花大喊道 求你们了 把我们送到对面 无论多少银子我们都愿意出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 一群骑兵突然冲了过来 渔民们见了 立刻掉转船头跑了 锦和和姐妹们拿跑得过骑马的 很快就被团团围住 围上来的是太平军 他们手起刀落 砍了老宝子 乔三花 把锦和一群人全部带走 锦和紧紧抱着儿子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带队的太平军首领 先把锦和和姐妹们 带到营里做杂役 也可能是看他们各个容貌出众 后来又把他们送到了苏州 他们被送进了一座庄园 冰丁告诉他们 这里是一位王爷的府邸 王爷姓李 吕立战功 非常年轻 他们很快被带到了这位王爷面前 王爷一眼就看中了锦和 要纳他为妃 但是他的儿子 王爷却不打算留下 锦和赶紧跪下 抱着孩子一边哭一边恳求 大王 我出身卑贱 承蒙大王不嫌弃 愿意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大王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要是死了 我也不打算活了 如果大王喜欢我 就请留下他 我生生世世感谢大王的恩德 王爷见锦和哭得梨花待遇 心软了下来 答应让他把儿子留在身边 锦和在青楼里学了一身察言观色 仙媚取宠的本事 深得王爷宠爱 不过他知道 虽然深受宠爱 但儿子留在这里 始终不安全 最好是能逃出去 可是王福利把守严密 根本找不到机会 张昌贵带着新鲜的鱼和菜 驾着小船来到苏州 让蔡银花进城 专找大户和鸦们兜售 蔡银花听说李王爷 新娶了一位美艳无双的王妃 给了王府里的仆人一点银子 带她进去求见王妃 她跟着仆人来到后堂 看到一位端庄优雅 光彩照人的贵妇坐在正堂 十多个年轻秀丽的丫鬟 个个满头朱翠 站在身边伺候 蔡银花知道她肯定就是王妃 赶紧跪下叩头 凭借一张桥嘴 极力奉承 锦和听她是江北口音 问道 婆婆是江北人 蔡银花答道 是江北新化县人 锦和说道 好好好 你的东西我全买了 明天你再过来 我有事想找你 说完 锦和让丫鬟赏了她二十两银子 她高兴地再三叩拜 第二天蔡银花又来到王府 两个丫鬟把她带到一个华丽奢侈的房间 锦和让蔡银花坐下 给她拿来好茶和点心 问她家住哪里 家里除了卖菜还做什么 江北现在是什么情况 事无巨细 蔡银花说了家里的情况 不过她隐瞒了家里的真实情况 说是靠卖鱼卖菜赚点辛苦钱 她见锦和说话时眉头紧锁 问道 树老婆子我多罪 娘子在王府里 吃的是山珍海味 用的是绫罗绸缎 有这么多仆人丫鬟伺候 怎么看上去 却是闷闷不乐 锦和文言 赶紧摆摆手 示意她小点声 吩咐丫鬟出去 关上门后坐下来 红着眼睛说道 我也是江北人 是被抓来的 虽然王爷宠爱我 可是他性情多疑 喝醉了以后脾气特别暴躁 时常担心哪天不小心触怒了他 会惹来杀身之祸 我死了倒是没什么 可我还有一个儿子 他才五岁 我死了他可怎么办 而且我听王爷说 最近战事不利 说不定哪天就守不住了 到时候我们母子俩会是什么结局 锦和说着说着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蔡樱花想了想说道 娘子放宽心 或许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不过我倒是有办法把娘子带出去 只是不知道 娘子是不是真的愿意抛下荣华富贵 锦和指天发誓 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蔡樱花悄悄走到门边 打开门 看周围没人 插上房门说道 我和老伴经常架小船进来卖鱼 只要上了船 逃出去并不难 只是娘子没有亲人 逃出去以后拿什么生活 我家实在太穷 养活不了娘子母子俩 锦和说道 这个不用担心 王府里有的是金银 王爷都交给我管 只要带一些出去就行 事成之后我分一半给你 蔡樱花觉得有利可图 立刻答应道 那好我这就回去和老伴商量商量 锦和吩咐他要小心 然后让丫鬟送他出去 蔡樱花回到家后 把事情告诉了张昌贵 张昌贵觉得这是个发大财的好机会 于是决定干一票大的 两天后 蔡樱花又来王府 说都准备好了 船就停在城外 锦和重金收买了两个丫鬟 打开王府的库房 偷偷拿一些金银珠宝 交给蔡樱花 蔡樱花把东西 藏在菜楼里带出王府 两个月的时间 就带出了四生珍珠 白银一百多钉 黄金十金 不久之后 锦和又给了蔡樱花 一面绣金小黄旗 说是只要拿着它 就说是给真人办差的 就能一路上畅通无阻 原来太平军把王爷们的妻妾 都叫做真人 苏州城被江河环绕 王府后门不远就是河 张昌贵和蔡樱花架着小船进来 就停在离王府不远的地方 这天 李王爷奉命开赴松江 临行前 锦和特意准备了韭菜为他送行 席上表现得依依不舍 希望他一路平安 能够早点回来 王爷把他的话当了真 趁着九姓把他抱进了房间 王爷走后 锦和立刻把蔡樱花叫来 给了他十几包金银首饰 约好明天晚上逃出去 第二天中午 锦和在家里大摆酒席 把王爷的其他妻妾都请来 热情地劝酒 大家都喝得鸣顶大醉 然后他和儿子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 身上装满金叶子和珠宝 只等晚上蔡樱花来接 到了三更天 锦和带着儿子来到王府后门 过了不久 有人轻轻敲了三下门 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 他赶紧打开门 看到是蔡樱花 后面还跟着他的丈夫张昌贵 锦和立刻带着儿子 跟着蔡樱花夫妻上了船 因为有旧金小黄旗在手 路上遇到盘查全都放行 小船走得也很快 不到两天时间 他们已经快到丹图县 这时候江面上风平浪静 两岸风景如画 金山与郊山隐约可见 终于逃出来了 锦和心情大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 张昌贵和蔡樱花两人 正在商量接下来 该怎么对付他 忽然 锦和听到后面喊声震天 钻出船棚一看 竟然是十多艘船追了上来 几百个兵丁手持刀枪 为首的一个大喊道 贼婆子 把王妃留下 给你们一条生路 原来 王妃的妻妾发现锦和逃了 担心王爷回来无法交代 知道他和蔡樱花来往密切 随即让王妃的护卫追了过来 张昌贵和蔡樱花下的魂不附体 赶紧用力摇船 一边摇一边埋怨锦和 都是为了你 害得我们的命都要丢了 你赶紧跳到江里 或许他们看到你死了 就不再追了 锦和为了儿子 不能就这样死了 跪着恳求道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如果能逃出去 所有的金银首饰都给你们 我死了没关系 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 到了这时候 张昌贵只想活命 崔锦和赶紧跳下去 锦和接着恳求道 要是他们追上来 我一定马上跳进江里 绝不连累你们 只是我儿子还小 求你们行刑好 一定要带他逃出去 眼看追兵更近了 张昌贵大声呵斥道 好 我答应把你儿子带出去 你还不赶紧跳 锦和舍不得儿子 抱着他嚎啕大哭 张昌贵逼着他马上跳江 也许是老天有眼 他们的船已经离镇江不远 那里是清军的驻地 王府护卫们不敢再继续追 掉头离开了 危险解除 来到江北 张昌贵夫妻俩 把船划到一片芦苇丛中 将近和身上戴的金银珠宝 全都抢走 把他推上岸 呵斥道 好了 算是我们夫妻这次基因德 放你一条生路 你的儿子留下 我们会好好带他的 原来张昌贵夫妻俩年近五十 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看锦和的儿子阿周聪明伶俐 想把他带回家做儿子 锦和苦苦哀求 说金银珠宝都可以不要 只求他们能把儿子还给他 张昌贵夫妻下船 把锦和拖到离船几十步远 然后飞快地跑回船上 迅速驾船离开 锦和哭得撕心裂肺 却毫无办法 他茫然地看向四周 这里潜不着村后不灼电 只有静静流动的大江 和此起比伏的鸟叫 不知道哭了多久 他饿得前胸贴后背 只好沿着江岸慢慢走 走了好远 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 只能靠吃鲁尾的内涯冲击 他心里惦记着儿子 告诉自己为了儿子一定要活下去 他沿着江边走了两天 终于看到有一条小船经过 赶紧大声呼救 船上的渔民听到他的喊声 慢慢靠了过来 见他捧头垢面 浑身是泥 把他拉上了船 好心的渔民把他带到村里 给了他吃的喝的 问他家住哪里 他把自己的事全都告诉了村民 村民们很同情他的遭遇 让他在家里住了下来 锦和想念儿子 坚持要去兴华县 找张昌贵夫妻要儿子 村民们给他凑二百多铜钱 还送了他一程 锦和一路讨饭赶往兴华县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 这个人名叫冯云娘 是单途县人 以前经常到乔三花的青楼卖胭脂 锦和出手阔绰 买胭脂的时候经常多给他一些钱 冯云娘出门看亲戚 没想到遇见锦和在街上乞讨 把他带回了家 锦和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 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随后和冯云娘一起来到石宝村 打听阿州的消息 张昌贵因为霸占了锦和的巨额钱财 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巨富 现在又有了阿州做儿子 再也不提心吊胆 去苏州城下做买卖了 锦和打听到张昌贵的家 敲开了他家的门 张昌贵没想到锦和还能活着找到他 非常惊讶 锦和哭着对他说道 我能逃出虎口 全都靠你们 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 那些银子我也不要了 只求你们能把阿州还给我 张昌贵舍不得把阿州还给他 说道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怎么来找我要儿子 邻居们都来看热闹 锦和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哭着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大家 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把儿子找出来 张昌贵撒泼打滚 说道 照你这么说 你是贼君王爷的王妃 我要是告到衙门 立刻就会把你抓起来 还赶到这里来讹诈 锦和说要进去找儿子 张昌贵哪会让他找 立刻让家丁把他赶了出来 而邻居们害怕张昌贵 没人敢替他出头 锦和知道儿子就在里面 两天大哭 我经历千辛万苦 就是为了保住相公唯一的骨肉 现在儿子没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说着就要跳河 冯云娘赶紧拦住他 说道 你怎么这么傻 既然知道儿子在他家 就该去衙门告他 你要是就这样放弃了 以后到了地下 怎么面对周相公 经他这一提醒 锦和立刻明白过来 到衙门告状 没想到张昌贵贿赂了支县 和当地的乡绅 支县最终已没有证据为由 将锦和轰出了衙门 锦和不甘心 决定继续上告 既然支县包庇他 那就告到支府衙门 如果还要不回儿子 就告到巡府总督那里 之前张昌贵听说锦和 到县衙告状 把阿州藏到了亲戚家 后来听说锦和离开 又接了回来 邻居薛康达 一只苦女找不到机会 报复张昌贵 听说锦和上门来要儿子 觉得机会难得 悄悄守在他家门口伺机而动 这天 阿州跑到街上玩 薛康达见州为媒人 用点心把他骗到了家里 薛康达问阿州 好孩子 你是想跟着亲娘 还是想跟着爹 锦和带着阿州相依为命 阿州当然更想跟着亲娘 说道 我想我娘了 我要跟着娘 薛康达随即把阿州藏在了家里 听说锦和已经到知府衙们告状 把阿州送到了府衙 现在有阿州作证据 薛康达又愿意出来作证 知府立刻抽掉了一百多衙一盒冰钉 连夜赶往石宝村居拿张昌贵 这天晚上 张昌贵正合菜银花 因为找不到阿州而发愁 忽然看到外面火光冲天 已经有人撞开大门闯了进来 蔡银花刚走到院子里 牙医们就把她按在了地上 张昌贵眼见大事不好 正准备翻墙逃跑 也被牙医们按住 张昌贵被带到知府衙们后 依然心存侥幸 拒不承认 当知府把锦和和阿州叫上来 跟她当面对峙 她才终于招任 平时被张昌贵欺负过的人 听说她被抓 都来告状 知府见她做了这么多坏事 可谓是劣迹斑斑 判了张昌贵和蔡银花夫妇死罪 包庇她的支线也被革职 并且把她一半家产判给了锦和 当听到知府判她死罪 张昌贵不服 大喊道 杀人偿命我还是懂的 现在锦和和阿州都活着 老爷凭什么判我死罪 知府大笑道 就凭你私自卖货给太平军 你就罪无可赦 更别说现在有这么多人告你 张昌贵被执行的时候 县里的老百姓都来围观 把刑场围得水泄不通 都说她该有此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